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江苏省张家港市唐桥镇的一个古村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过去这个村是靠近长江的 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 金村离长江边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了 我们江苏省市呢是长江的入海口 也是一个冲击城的一个城市 我们金村呢是一个千年古镇 它位于那个江苏省市唐朝镇的东南部 那么我们唐朝镇呢也是我们建征东渡 第六次成功起航日本的起航地 四月初八的庙会对金村的人来说 是和春节一样重要的日子 在赶庙会的时候 人们做高上高是为了图吉祥 这那么年龄面上起来 这有什么做的 糯米 糯米做的 糯米做的 糯米 里面还加了什么东西的吗 没加什么东西 这叫黄肠 黄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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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的 对对对 甜肠是加了甜肠 顶身高 高上加高 高上加高 黄肠 就是顶起来了是吧 这个吃高上高的人 叫张卫东 是一位村民 他自己开了一个 真知那一场 在村里 算是一个老板了 当地经济发达 村民收入高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 比如春节和赶庙会 他们都要准备一些好吃的 这叫什么鱼啊 糟鱼 像糕鱼啊 哦 它是传家三鲜里面的 就是给河腾 相媲美的 这个贵吗 这个价格高 就要八千块钱一斤 这八千块钱一斤啊 八千块钱一斤 那一条就要一斤 那三条就一斤 八千块 就八千元啊 对 我再加一条 所以就一万块钱了 一万块 就一万多了 就这一万块钱了 对 为什么会那么贵呢 它就是存在长江里面 它现在比较稀有 所以价格也比较贵 而且它的味道很好 八千元一斤 是去年清明节前后的价格 到了今年四月初八 价格虽然没有那么高了 但是还有两三千元一斤 庙会也是金村村民团圆的日子 也是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 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里 准备名贵的菜肴 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四月初八赶苗会的东西 除了高尚高之外 还有这些团圆和园字 我看看那一个里面 还包馅的是什么东西 哪一个呢 我看看 那叫团子 哪一个我看一下 这个叫团子 这里面是包的馅的是吧 豆沙 豆沙 是的 哦 你们包豆沙的 这叫团子 这叫团圆 这里是村民邹明宁的家 老邹已经六十多岁了 一直住在金村 每年的四月初八都要赶苗会 他年纪大了 从小养成的传统依然没有丢 大家都聚在他家里 为明天的苗会赶着贡品 这是糯米啊 糯米 然后我放在里面 这个是什么豆啊 钢豆 钢豆 还有蜜枣 蜜枣 对 这里面还可以包肉吗 可以 肉是午夜初午吃的 这是拿到面上吃的 不能放肉 哦 是素的 赶苗会不能空手去的 每家每户都要带吃的东西 这些东西几乎涵盖了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有吃的东西 米饭 面条 水果等都要送到庙里去 今天是四月初七 大家做好了贡品 老板出钱在老邹家里聚会 大家准备吃的东西 说起来有点吓人 是能毒死人的河豚 这些河豚是从村里的养殖场里捞来的 这个大棚里养着很多的河豚 河豚本来生长在海里 产卵的季节回游到长江里来 京村地处长江边上 过去这里可以说盛产河豚 由于河豚鲜美无比 当地吃的人多 所以就开始了养殖河豚 像兔子鸭你看 就是跟那个假鱼性质的那个一样 它不是跟那个普通的鱼一样啊 你看 那个野生的那个 就是驰鱼 一个一类鱼卵就可以说是一个人的 那个毒性很大的 有那么厉害啊 那你们还敢吃吗 那个我们通过那个专业的厨师啊 就是处理了之后 烧足了 然后才可以 既然那个毒性那么大 为什么别人 为什么要养它 要吃它呢 还卖得那么贵 平时是河豚 那个 所以河豚那就是这么美味 跟那个其他的那个鱼啊 嗯 这个口味不一样 有没有人 因为吃河豚 我喜欢的 你觉得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这边 也有少部分 那个处理不好的也有的 河豚有剧毒 按照这个小伙子的说法 务食河豚会丧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河豚长什么样 别不小心吃了它 河豚虽然有毒 但其肉质鲜嫩无比 自古就有 食得一口河豚肉 从此不闻天下鱼的说法 那就是说 河豚肉特别好吃 经常会有人拼死吃河豚 河豚有毒 不过它是可以吃的 关键是做法 一般人是做不了的 张卫东老周都不会做 要请专门的人来料理 这个小伙子叫魏江涛 今年三十岁 别看他年轻 他已经做了十年河豚鱼了 是村里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傅 这一步先把这个 哦 剪掉 哦 河豚的嘴还要剪掉啊 有毒性的 第一步剪 剪嘴 还有眼睛 哦 眼睛也去掉 去掉 眼睛也有毒性 哦 哦 这一步剪也要剪掉 哦 齐也剪掉 剪掉这边就可以 尾巴还要剪吗 尾巴不要剪 这样就可以了 哦 河豚的时候正好它鼓起来 不要碰到里面的干 哦 不要碰破点了 不要碰内障 你正好它生气了 它鼓起来了 它生气了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气泡鱼 哦 要剪开 就是 这个就是里面的 最主要就是这个干 这干是不是要扔掉啊 不能扔掉 这个是最好的 就是它味道 就是全化这个 咱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这里有一个苦胆 苦胆要去掉 要去掉 要剪好 然后剪好了 就这样放在水里 把它的血水 把它泡出来 要泡一下 因为皮上面它有一种粘液 也是有清液的毒性 哦 就切过 拿来这种温水 要洗干净 哦 对啊 然后就是把皮撕掉 哦 皮撕掉 还有河天 最主要的 它残暖的地方 嗯 它有剧毒的 这个地方要提前 先把它去 哦 就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啊 就残暖的那个口上 先去对 嗯 然后它的内障 一定要清洗干净 最主要还有一个鱼塞 鱼塞也有毒 对 鱼塞也有 把它就是肺部 肺部一定要清洗干净 嗯 河天干是最美味的 这边有一句话就是怎么说 就是说 河天干它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 为什么啊 它就是烧不好 这个干熬不好 它吃了要中毒 嗯 就是要少了它呢 这个河天就不好吃了 就没有那个味道 对 剪成一片一片的 哦 把干剪成一片一片的 是鱼清理那个血水吗 清理血水 等会要熬干 最主要的就是 它要放油来熬制它 哦 把它香味熬制它 嗯 就剪的大小均匀一点 才会好做一点 好 就是保护它的 做河豚 先要从收拾它开始把关 相对来说 这些养殖的河豚 毒性要小一些 如果是野生的河豚 毒性非常大 经常有人因为 吃河豚中毒 或者送命的 即使是养殖的 也要小心 就是这样用过的工具 要用开水消毒的 不能再去撒别的东西 流水空 不论固定的水空 固定它泡不掉了 要多冲一下 防止没有冲掉了 嗯 好了 这样基本就可以了 我再来打水 好 来 它能水间开水烫的 七八十度的水来泡行 啊 不能煮 不能煮 一煮的话它会化点 哦 太凉了 有 太凉了 它洗不掉 嗯 好了 现在加点水 因为它外面有一层黏液 嗯 是有毒性的 把它去掉 对 收拾河豚最重要 按流程收拾好了 做河豚鱼就简单了 河豚的毒素非常稳定 高温不能破坏其毒性 只要收拾好了 就没什么问题了 吃干吃不堪吃 不堪吃 为什么不堪吃的 啊 这个好吃的 不是 不是 这是什么 对 对 对 好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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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要5-20分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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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豚烧好了 客人一般会要求厨师 当着客人的面先尝 尝过之后没有问题 才出锅给别人吃 大家品尝河豚之前 每个人都掏出钱来放在桌子上 这是什么风俗习惯呢 没法 就是说河豚是有毒性的嘛 然后就客人说我买的吃的 就是说吃了他自己就是这个 自己他拿钱出来嘛 就说 平时吃河豚那种香啊 他尝点美味 就是知己服知己者 自己出这个河豚 看来大家还真是喜欢吃河豚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三碗河豚鱼就给村民吃掉了 四月初八 一个阴雨天 清晨五点 天刚亮 村民就把昨天做好的贡品拉到寺庙里来了 村民赶庙会先送贡品 这些贡品是献给金七老爷的 金村庙会主要是祭拜金七 送来了贡品 人民要到总管店里去拜金七老爷 金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金七呢 是我们金城 金氏家族的七夕生 在老百姓心目中 他是一个英雄 所以我们为了纪念他 所以进行了一个这样一个活动 四月初八也是佛诞日 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 总管店旁边的永昌寺也热闹了起来 永昌寺里供奉着佛祖的雕像 人们拜了他们村里的保护神金七 还要到寺里拜佛祖 龙里寺初八 是我们金城的苗会 这个苗会呢 可能只要纪念我们那个金氏老爷 今天那个释迦牟尼的生日嘛 所以我们这里村民也在八开 而我们这个金城楼要在我们当地来 可能让我们村民当中是位网很高的 所以我们写了一个什么呢 写了一个佛祖的生日 造为我们的苗会 所以在这个苗会上我们来纪念 到了早上九点多 供奉在总管店里的金七塑像 要被人们请出来巡游 平时金七神像安坐在庙里 供村民祭拜 只有到了四月初八这一天 人们才会把他抬出来 明朝嘉靖年间 金村紧邻长江口 经常有倭寇来袭扰 老百姓深受其害 金七带领村民奋起反抗 与倭寇浴血奋战 在一次战斗中金七战死 地方暴揍朝廷 黄立丰金七为一方总管 建庙纪念他 后来金七就成为 人们心目中的保护神 每年的四月初八 要隆重祭拜 以求平安 金七出游 庄严肃穆 声势浩大 金七老爷除了要抬到村中去巡游 还要摆在广场上公祭 金七安坐在中间 一边是他的儿子 一边是小皇帝 在金村人的心中 金七的地位比皇帝还高 公祭金七是金村庙会的最高潮 每年的四月初八 祭祀金七老爷的时候 不仅有本村的人 金村所在的唐桥镇 甚至连张家岗其他地方的人 都会来到这里赶庙会 金七被视为人们的保护神 人们除了把高香祭品奉献给他以外 还要用龙灯高桥彩船歌舞 来让金七老爷感觉到快乐 公祭结束以后 金七老爷的塑像 要重新放到总管店里去 敬奉给金七老爷的供品 人们就要开始享用了 今村庙会规模大 四月初八这一天有上万人参加 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来 这些面条 敬奉给金七老爷之后 人们要把它吃掉 他们认为吃了这些供品就会平安 除了面条还有很多吃的东西 今天下雨桌子摆在了屋子里 平时的话这些桌子要摆到广场上去 村民送来的祭品全部会吃掉 我们的编导出门在外 入乡随俗 也坐在那里吃点东西 祈求平安顺利 四月初八过去了 第二天我们的编导又来到了 邹明印老人的家 金村庙会要过三天 四月初九也是村民来走亲串友的日子 昨天放在老邹家的河豚鱼还没有吃完 今天还要吃当地最名贵的刀鱼 刀鱼和河豚的习性一样 也是生长在大海里 然后回忧到长江里来的 现在长江的刀鱼已经很少了 苏南张家港一带经济发达 办厂做生意的老板多 大家都想尝尝美味的刀鱼 在刀鱼最美味的清明前后 很难买到刀鱼 所以价格就会高得离谱 过了清明 刀鱼的价格就会掉下来很多 现在的话就是两千到三千 那也不便宜啊 是的 比起河豚鱼 刀鱼收拾起来就简单多了 鳞片也不用去 只需要把内脏掏出来就行 从两边插进来 嗯 那就是转动筷子脚 这个肠子拿成 把肠带出来 把肠子摔去掉 对 刀鱼的做法以清蒸为主 主要是为了保持其细嫩鲜美的味道 也可以红烧 不过要吃原汁原味的刀鱼 还是清蒸比较好 金村人口味清淡 他们做菜的工具里少不了蒸笼 魏江涛把刀鱼上笼去蒸了 前天还没有吃完的河豚 他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河豚汤 前天那么多人吃了河豚都没有什么问题 看来他烧河豚的技术还是很好的 河豚炖上了 蒸笼里的刀鱼也蒸熟了 刀鱼上摆上葱花 浇上油 这就做好了 在最贵的时候 这三条清蒸好的刀鱼 要上万元才能吃上 刀鱼除了清蒸之外 还可以红烧 下锅之前锅里垫上了葱 那是怕把刀鱼烧糊了 刀鱼很嫩 几分钟就可以烧好了 桌子上有河豚 他们还是按传统掏出来了钱 不过有刀鱼 他们就不吃河豚了 刀鱼味道好 但是刀鱼刺儿特别多 吃起来可要小心 吃刀鱼不能着急 要一点一点品尝 刀鱼的鳞片不能去掉 吃过之后 掏钱请大家吃刀鱼的张卫东老板 觉得鱼刺也不能扔 他请魏江涛给大家做鱼刺吃 鱼刺好吃吗 好 刀鱼的刺放在油锅里炸成金黄之后 放进葱姜里炒一炒 现在吃刀鱼过了季节 在清明前后刀鱼的刺是软的 看我们编导的样 感觉他还是特别喜欢吃 他刚吃了一点 几位村民也过来吃 好东西要大家分享 大家吃刀鱼刺儿的地方 在老邹家的院子外 老邹住的是一栋独立的楼房 在他们家边上就是村民集中居住的小区 每户人家都有四百多平米 全部是白墙灰瓦 一派江南民居的景象 住在这里的村民生活富裕了 但是他们的赶庙会传统依然保留着 庙会能看出一个地方浓郁的文化传统 金村庙会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2011年成为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现在正在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也希望金村庙会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 让后人了解地方的民俗文化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访问央视网三农台来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屏幕下方的乡土官方微博和我们互动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你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世公 一个地方的人 有人住在围寨里 有人住在城堡里 住的地方不一样 人们的生活习惯差异也很大 树上的里子为什么不能吃 昔日皇家贡品 如何走进了百姓的家 吃猪脚配粒之酒 有什么说法 虎鱼的人赚钱多 还是养殖的利润大 鲍鱼要怎样吃才科学 下期乡土 走进广东惠来 看当地人们的生活